晚楼啊 大家都在啊 果然成不起我啊 小说里面写的 贼匪作业藏剧破庙兄弟等处 果然如此 那个 大胡子 武判官 是 先找 放心 放心 本人想找你帮个忙的 没想到你的同伙都在这 放心 不会保管的 生活不易 你们这些非常手段讨生活 理解理解 大人 这沈道长突然到访 该不会听到我们刚才的议论了吧 啊 这可怎么办 待会儿都小心说话 莫要惹恼了沈道长 啊 失敬失敬 上次深夜匆匆一面 恕我眼珠没有认出 原来您就是称荒神啊 旁边这位是文判官和 甘柳将军对吧 果然是神棍组织 你哥哥绘号 叫得倒是挺专业 不知沈道长此次前来 所谓何事啊 此人前来我竟没有丝毫察觉 他的法力 难道已经强到 足以让成皇庙的阴神之力 都是笑了吗 妈的 我这不是把自己送去虎口了吗 这些江湖贼匪 据说都是手段凶残之位 得想想办法 不明今天 只怕是轻易走不出这庙门了 呃 那个 这个 诸位都是行业翘楚 自从认识了武判官 便对诸位心生景仰 此番前来是为了 为了促进行业交流 啊 行业交流 我等不过会些微末之计 沈道长法力高深 只要您不嫌弃便好 什么行业交流 该不会是来找麻烦的吧 这可如何是好 啊 这白氏做法 最好是使用令旗 焚香掐绝 先超度完毁 嗯 再请神落座 告知请求 然后踏钢步斗 开谈做法 嗯 嗯 刚才一位道长掩饰过 这步法流程 这法印与法诀 也一位道长话写错了 请道长过目 啊 哈哈 不算不算 兄弟辛苦 撞到了撞到了 撞到了 这沈道长说什么行业交流 实则是对我们的交道 他一个闲门中人 哪需要向我等凡间英神 请教开谈做法的事情啊 定是先前陈皇大人 啊 是咱们父妃沈道长的话 被其听到了 不然何苦折腾我等这么久 都住嘴 莫要诽谤高人 是而等心也小了 沈道长是真正值得尊敬的神仙 那是什么对我们的炒补乌 那是对我们的磨炼了 他方才一走 我体内法力回归的同时 还迎来了一波暴战 啊 我的镜举也突破了 啊 我也是 你窄了 是我们眼睛太窄了 沈道长正在神仙眼 这帮神棍 又在嗷嗷叫棒子啥呀 不就是借了他们些道具嘛 又不是不还了 沈道长 您来了 快里面请 我还是大王的家呀 可惜发生了这种 白发人和黑发人的惨事 你也是老爷 孙老爷 孙老爷 不知道能否带我去那枯井看看 好 道长请跟我来 孙老爷 令狼是如何不伸落井的 当时适逢入夜 府里的下人们都休息了 我也回屋草草歇下了 谁知道富贵他自己跑到这院中玩了 徐师我家富贵天生命苦 大娘胎里出来就是个痴儿 她娘死得早 我又毛鱼生寂 是我没能看过好他 才让他不慎落井 都是我的错 吓人们将他从井里捞上来时 他还在满身是血和泥巴 哥们断了 腿也断了 可他 可他还是那么听话 死死地抱着我送给他的波浪骨 嘴里含着 爹爹爹爹爹 疼 孙老爷 解爱顺变 我会尽我所能的 小白 你啥时候藏我背头里的 这里可不是咱们家 你给我老实点 孙老爷 莫要太过介怀 人死不能复生 我在此处念上一段新闻 为力郎 消解竞争业长吗 这种近距离观看仙长 开弹做法的机会 我怎能错过呢 什么鬼 哪里来的孤魂野鬼 打白天的就敢出现